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明镜电视明镜火拍的人生之中 今天我继续跟大家访问到曾经的汪伦先生 汪先生您好 你好 和平先生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按时来 收看这个节目 假如有什么意见呢 可以跟明镜联系一下 向我提一提 因为人老了 记忆可能会记错 尤其也是没有很详细的资料 这不是真正正正的历史学家 反正讲家里的事情还是可以讲的记得多一点 对 我这个在节目之前 请找汪伦先生 实际上花了比较长的时间 虽然几十年 老是有人提到汪伦先生 但是非常的遗憾 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合作 一直没有机会办访他 没有想到这一次了 在陈凯先生的介绍之下 我就跟汪先生联系上了 我们开始就聊天聊天聊天 我后来就说 请汪先生来做一个你个人的传记的节目 结果我开始可能是一级两级 结果没有想到一开始到现在说不了场 24级了 我们明镜现在要改版 我现在的很多的工作已经准备了幕后 准备了幕后 那我在前面做节目的时间越来越少 而汪先生说 哎呀 我讲了这么多 能不能让我先休息一下 我说好好好 那么所以今天这个节目是我们阶段性的休息 那么以后汪先生谁是想到什么东西 和平我有什么东西最需要讲一下 那么或者说我看到什么材料 向汪先生再来讲一下 我希望那个时候我们的节目继续 这个不是我们的最后一期 但是是我们阶段性休息的 一个 第一期 汪先生你说呢 非常乐意 非常乐意 假如在我力能所及的情况底下 也是各方面的身体各方面都可以的话 那我乐意接受这个明镜在继续的 访问 或者我想到了什么题材的时候 我再跟贵公司联系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看法和知道的 这些就是故事啊 或者典故之类的东西 我是乐意的 对 那今天呢 我想抽这个时间呢 因为我父亲汪家那边的人介绍了不少 那今天呢 我就想介绍一下 我妈妈那边 我关于我外祖父的一些事情 那个 我外祖父呢 是中山人 他在中山的三乡 有一家叫欧墨村 那个地方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 温泉宾馆 就在他们那个村 因为他那个村呢 有三三个 野呢 就温泉的野在那边 就在以前呢 百个开放以前呢 往往呢 都是那个乱七八糟的 那么 农民呢 在 窄鸡啊 杀鸭啊 都在那边呢 就在温泉旁边呢 就拔毛啊 这样子搞得了乱七八糟了 那到改革开放以后呢 呢 就是香港的富商啊 在那边投资了一个 温泉宾馆 所以呢 就 现在 这个 金碧辉煌了 正因为这个村呢 有三个那个 温泉的泉眼 在那边 所以呢 我外祖父呢 就娶了一个号的 就叫做温泉居室 温泉居室 我外祖父是1883年呢 就在那个 广东的三乡的中山那边呢 就出生 到了13岁 就是1896年的时候呢 他自己才13岁 那就跟随他的姐姐呢 就到日本去就做了这个小留学生 就一直呢 就在日本那边呢 就念那个小学啊 中学啊 大学啊 这样子 一共呢 差不多 差不多20年在那边 20年在那边 到1914年 他才在那个北 北洋政府的教育部的邀请底下呢 就回到呢 北京 现在呢 就叫做北平 那时候叫做北平了 就那边呢 就在教育部里面呢 就做事 而且呢 同时呢 他有兼顾了这个 呃 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叫做呢 呃 故宫 呃 呃 什么华电啊 呃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古物城列所 古物城列所的副所长 那他呢 就从那个时候呢 就是他就已经开始呢 把故宫的文物呢 每一个礼拜 都在东华门跟西华门那边呢 贴了一个大的纸在那边 就把皇宫里面收藏的这些古物呢 就呃 列明在那个呃 这个这个这个陈列馆的前后 每一个礼拜都更换这些 这就从此呢 就是呃 在皇宫里面收藏的这一些古物呢 就可以跟广大的民众呢 就见面了 呃 而且在同时呢 就在呃 北京大学的这个画法研究会里面呢 就呃就呃就做那个呃画法研究会里面的一个导师 呃当时这个研究会里面呢呃 呃当然还有很多当时著名的 比如说那个呃徐悲鸿也是那个成员之一了 呃这个呃呃 呃反正就是一些呃纳瑶夫啊这些是很著名的画家呢 呃都在那个呃 北京大学那个画法研究会里面呢 呃大家一起工作 而同时呢 他也呃呃 呃兼职了那个呃 呃呃 北京师范大学呃 呃这当时的校长叫陈环 陈环呢跟她是好朋友 跟我的祖父呃啊 也是好朋友 呃一直到那个结婚之后 他们两个老人家跟那个陈校长 都有书信的往来的 这是我知道的一个事情 当时他回到这个中国以后 就因为他在日本的时候 就学中文在这个大同学校 大同学校当时就主办人是梁启超先生 变成了他在日本的时候 就已经是梁启超的学生了 正因为如此 梁启超先生在民国以后 就回到了中国的时候 就向蔡元培先生 因为教育部要成立一个国家 国立的美术专门学校 这个是全中国第一家 这个国立的美术专门学校 这是前身了 这是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 前身就是北平美术专科学校 那个这个梁启超先生向蔡元培先生的 就推荐了我的外祖父做这个筹备工作 就筹备的私人代事就1917年的时候了 就任命了他去筹办这么第一所 这个国立的当然私立的很多 上海啊其他很多杭州啊 这些都有 但是私立的 私立的不是公立的 而公立的中国第一家的美术的专门学校呢 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 北平美术专科学校 那个我外祖父呢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呢 去筹备 而且呢还专门呢 回到日本去 去他那个在京都 当时呢叫做西京 到西京的美术学院那边就去取经 最少呢 根据记录呢 再回去过一次 有没有第二次第三次呢 我就不大清楚了 但肯定的最起码还有一次 是专门到日本去 因为他从17、18岁开始呢 他从小就喜欢画画 跟他的爸爸 就是我的外征祖父呢 就画画 画点什么山水啊 这个东西的鸡啊鸭这样子 他喜欢画画 到达到17、18岁的时候呢 他就考上了这个 在京都的美术这个专门学校 到达到毕业以后呢 他又到了这个京都的美术学院呢 就是最高的这个学府啊 去学习这个日本话 最初他是学日本话 后来呢 后来呢 他也同时呢 就尖呢 就学这个油画 西洋画 那后来他觉得呢 就日本话 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那边呢 传进日本去的 所以后来呢 他又呢 就敢又敢学这个中国话 正因为这样子 他有14年的时间 专门去学画画 而且这个 当时呢 就是我的外太公 就是我外婆的父亲呢 是在横滨那边呢 是一个富商呢 当时他有印刷厂 还有呢 就是饭店 还有这个酒楼啊 这个什么吃点心的 这类的东西 他也有几家 这个时候呢 就刚好呢 就是他们就认识了孙中山先生 当时呢 他我外祖父呢 他正经呢 就在那个大同学校呢 也跟随这个梁启超先生呢 就学中文了 而同时呢 就正因为他全新研究美术呢 一共前后呢 我算一下 有13年到14年 这么长的时间 设立到他有日本话 有油话 也有这个中国话 正因为他是筹办人 所以当时的这个北京美术 和学校在1918年的9月份 开学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日本的味道 是相当重的 这个当然是无可非议 因为他从小嘛 13、14岁就到日本去了 而且也是在日本的这个 这些美术学校啊 美术院校啊 高等院校啊 里面去学画画 他呢 就是 就难免呢 你第一手的 国立的美术学校呢 有隆重的日本人的味道 那个无可厚非的 这个很简单的 比如说我今天在美国留学 我学土木工程的 那回到中国去以后 学好了 回中国去以后 那往往呢 就会呢 就学了美国的这些东西 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到了 他成立的1918年的9月份呢 就是在北平的美术专博学校 就成立了 一直呢 就那边呢 也接受了教育部的任命呢 做了第一任的校长 一直呢 就做到1924年的年底 前后呢 就连筹备的时间在内呢 有八年多 差不多九年的时间 就在那个 北京的这个美术界里面呢 就从事这个教育的工作 在这个工作的时间里面呢 就到后来呢 他叫1924年呢 就因为他的 他的这个岳父啊 岳父就是我外婆的那个父亲 就到中国来 到中国来 他呢 就到上海去接船 我外祖父到接船 就接这个岳父大人的船嘛 他呢 就在上海接船的过程当中呢 他就碰见他一个好朋友 他的好朋友呢 姓侯 就叫侯止步 侯止步 侯止步 这个人呢 精通这个寛宇学 在上海 见到他以后 就跟他讲 他说 哎 老正啊 你要赶快回北平了 学生闹事了 所以呢 他就批批啪啪的回去 原来呢 学潮 闹学潮了 因为那时候呢 就经过五四运动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啊 北京的这个学生闹学潮呢 就非常常见啊 很常见的事情 你比如说 这个蔡元培 他当北京大学的校长 也是几上几下 都是给学生给轰下来的 轰下来又起回去了 这个是常见的事情了 这个常常会有这种事情 那结果呢 就学生就闹事 他就批哩啪啪就赶回北京去了 那赶回北京去的时候呢 就学潮呢 就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就什么借口呢 当时日本人呢 就已经呢 就是在东北那边呢 虎视眈眈 那当时呢 就也是经过了这个甲午战争以后啊 中国战败了 战败了以后呢 这个中国呢 这个反日 抗日的心 非常的浓厚 非常浓厚 所以啊 正因为他教的东西 就从日本那边学过来嘛 他画的画往往也有相当浓的日本的味道 我看他的画呢 往往就是你看那个月亮 月亮往往呢 就有很多时候 那比如说这一幅 这一幅就画一个日本的士女 日本的士女呢 就在那个 这个船上呢 拿那湖水来梳头 这也是日本的丧女嘛 你看他自己呢 就是 这一幅画呢 就收入到一本叫什么名字 那个 我忘记了 就是 这个 中国近现代人物化的代表作 好像是这么一本 一本那个 那本书来的 我没有这本书 就是我在 我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面呢 就看见了 这幅画呢 就是叫做那个 湖挺书头 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 什么 湖水梁不断 我梳妆这样子的 这幅画呢 就一幅画呢 又有两幅 有两幅画的 卷本的 卷本的这幅画呢 是从广州美术学院呢 就收藏了 这个纸本的画呢 就都同样的 一画 两张 完全一模一样的 纸本的那张呢 是在那个 最后是由他的朋友 也是在日本留学的同学 就包绍油 这个收藏 收藏包绍油 去世的 林去世以前呢 就把这一张画呢 就捐赠给了香港 这个 香港博物馆 还是香港美术馆 我就忘记了 反正这个消失 我都不知道 是 老大在美国以后 在租金山见到了 包绍油先生的 女婿 她的女婿 告诉我的 在日本的这一本呢 这一张呢 就捐给了 香港美术馆 是 这一张画的历史 是这样子 那回头讲一讲呢 就从1919年以后啊 北京的学生的运动呢 就非常的活跃 非常活跃啊 就变成呢 就是 就是往往呢 就是出动的 这个警察呢 得维持啊 就打这样子的 那当然最严重的 就是 会有开枪了 这个 我们看这个 鲁迅先生的 为了忘却的纪念当中 他觉得也是那个 警察会开枪了 那当时呢 就是北平的 只有八所 就国立的大学 高等学府呢 就有八所 有八家 有八家的时候 我外祖父 除了 除了当这个 正职呢 是在那个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做校长 非常广 所以就 有什么那个 学生运动的时候啊 为了要防止这些警察呢 要 灰动武啊 他就安排了 安排了 安排了这个 女同学 先走 走在整个游行的 队伍的前面 那当时呢 这些警察 还是要保守啊 封建了思想 就不敢接近了 那些年轻的女学生 就变成了 就学生呢 就很快的 就可以冲破了 这个警察的 这个防线呢 是实现自己的 示威游行 到了后来呢 就是 1921年 到这个 这个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成立了以后呢 就是当时 到成立以后 大约一两年左右吧 那个在北 苏联驻北平的 一个总领事 大使 叫大使 叫做 中文的发译成 加拉罕 那加拉罕呢 就一直呢 就游说 国外祖父呢 这个 要加入 某个组织 他说 谁谁谁都加入了 李兆昭顺的朋友啊 这个 陈徒秀 你也认识啊 鲁军先生 你也认识啊 是我们这个主机的好朋友啊 这样子 那结果呢 我外祖父啊 当时呢 就听了他这个 这个讲法以后呢 也觉得 这个 的确呢 这个中国这个封建的意识呢 还是很重 中国人呢 这个 接触外面的事物啊 各方面呢 就是非常的 慢 而且落后 所以呢 他就 征求这个 梁启超 就是他的老师了 他就征求他的意见 就 梁启超先生呢 他就 就跟我外祖父说 他说 你要不要加入 就是你自己考虑 但是呢 我自己觉得 我不相信 世界上 有任何一种 主地 就可以解决了 全世界 所有 国家 国家之间 民族和民族之间 宗教之间 等等 所有的矛盾 你相信吗 外祖父就 就说 我当然不相信嘛 这个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 有一个医生 用一种药 就可以 把病人 身上所有的病 都治好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当时呢 他就 我就不相信 那从此以后呢 他就对这个 加拉罕先生 再来访啊 什么东西呢 他就 反正就是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了 到最后的时候 加拉罕呢 就火了 就火了以后呢 就拿着一个十万 十万那个 那个银员的一个 一个 这个 这个票据 票据 就放在我外祖父的桌上 他说 你要加入 某一个组织 十万银员 就是你的 你要不加入的话 我让你好看 所以 当时我 我外祖父就拒绝了 收这笔钱 也不参加某一个组织 后来呢 就为加拉罕呢 就 煽动了学生 就是 就说 我外祖父呢 是在宣传 日本的文化 你看看 他所教的这些东西 都是日本的东西 你看他的画 都是日本画 这不是中国画 所以后来呢 学生的运动呢 就搞起来 正因为 他们捉入这些 这些你的 你的 画作当中的 有些什么作品 什么缺点啊 有些大作文章 大作文章的时候呢 就变成到 1924年的9月份 他就辞职 就不做校长吧 不做校长 就 他是从筹建 到那个辞职 他总共做了 7年多8年 时间的校长 也就是在 这个 北平 后来呢 艺术专科学校啊 北京什么 艺术学校 就改名为 中央 美术学院之前 所有的校长 最长的 就是我外祖父 做的 这七 七八年的 校长 也比如说 林丰棉 他也做了一年 辞职了 不干了 啊 啊 徐悲鸿 也是 做了 一段时间 又下来了 啊 反正就是 这段时间 在那个 走马灯 这样子 转来转去 在北 在北京的时间里面呢 就 还有一件事呢 因为他还是 兼任这个 雇工博物院的 那个 那个 相当于是 那个 副院长的职位吧 他是 那变成呢 就是 在 直奉战争的时候 就在那个 张作霖呢 就 败给了 这个 吴佩夫 吴佩夫 的时候 他要 撤回东北去了 撤回东北去的时候呢 他就 想把 故宫的 文物呢 就 把它 全部 运回 运回 东北去 那这个事情呢 是 很严重的 这个事情了 就 国外族部 知道了以后呢 他就冒着 自己生命危险 就跑去呢 就 见这个 张作霖 张大帅 跑去见张大帅 他就跟他讲 他说 这个 兵家常事嘛 你这一次呢 虽然要 撤回东北 但是呢 你想 不值得可能 明年 或者什么时候 那你会 可以 再回来 再取得胜利嘛 假如这样子 就把这些文物 要把这些 全部都运到 东北去 然后你胜利了 又把它运回来 运来运去 这路上的 颠颠婆婆啊 这样子 那文物呢 实在是 很难保存的 这个说不定 你明年就会回来了 你不要动嘛 我替你把它 保管好 就可以了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搞不好就是杀头的 张大帅 是什么出身的 对不对 那个东北的 胡子出身 结果呢 张作权 竟然听了 我外祖父的 讲话 他就没有 把这些文物呢 就再运走了 这也是一个 他的对中国文物的 维护 可以说是 一个很大的 攻击的事情来的 但是我在 在讲讲呢 这个 他呢 而且呢 对这些大官贵人呢 他是非常的 不敢 不敢冒的 他 比如说 他要拒绝 现这个 贪官呢 什么东西的呢 他呢 就画了 画了 一幅很大的人体的裸体 裸体画 就挂在 记者的客厅 就挂下来 平常呢 就把那个布曼呢 把它拉起来 盖住 看不见 假如真是 他不喜欢的 这个官来见他呢 就把这个布曼呢 怎么拉开 一拉开 那个官呢 坐在那客人的 位置上面 整天就看着 裸体的 女人的裸体在那边 他就 就是很 很不利 其实他 这个官呢 就很矛盾的心态 说实在的 他也很想看 但是呢 他也不好意思去看 结果在这么一个 很尴尬的情况底下呢 就只有呢 就是 告辞了 就走了 就不 不做了 不做了 就走了 这样子 很尴尬的情况下 他就认为 这个巨客一门外 他就用这个 所以一船 十船白呢 就变成了 就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了 好了 到了 19 1921年 我想想就大概是 192 20年左右 20年左右 大概是这个情况 当时呢 他呢 就到教育部那边呢 争取到六个 六个公派的学生 就到法国去留学美食 那他呢 就希望这六个人呢 由他来 来选 选择这六个人 认为呢 这六个人当中 是有 有天赋的 而且呢 就是 可以值得培养 也经济呢 不太好 不能负担去留学 这些费用的 他是目的是这样子 那将来学好了 就合理回来呢 就在中国里面呢 就负责这个教育 美术教育工作 他呢 就心目中呢 就有六个人的人选 这个消息一传出去以后呢 这些达官贵人呢 大家都 知道了这个消息 到第二天早上 他再回去 这个 这个北京大学 在上 上班的时候 他的桌子上面呢 就有十一张 十一张白条 这个白条呢 是某某部长 某某厅长 某某什么长 推荐的人物 这些推荐的人物当中 当然就是 跟这些达官贵人 都有 群带关系啊 姻亲关系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事 那结果他 他一看啊 他一个人就在日本呢 就住了十多二十年嘛 所以变成了这个 这个中国的官场的 这一套呢 他完全都不懂 他完全不懂 所以他就直接的 就跟这些达官贵人 就说 他说 你们推荐的这些人啊 才能不高啊 让他们去 第一浪费了青春 第二呢 也浪费了国家的 这个这个国库的钱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底下呢 我还是呢 建议你们呢 这样不要去了 而这些达官贵人 怎么一样回答呢 他们说 哎呀 这个 不要紧嘛 你只要你同意了 让他们去 去外国回来啊 就是留学生了嘛 结果呢 就是呢 就 他得罪了一票 这个达官贵 也得罪了 因为他 耿直的这些 这个性格啊 也得罪了 很多这些达官贵人 所以呢 就变成了 后来他没办法了 他只能 只能够 丢下一句话 在教育部里面 给这个教育部长 好像当时的教育部长 是 这个什么 什么乡啊 我不太清楚 还是 还是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张 张世昭 还是谁的 我 好像是张世昭吧 反正他就扔下了一 一张纸 就说 反正 这六个人当中 一定要有徐悲鸿在内 其他的几个人 你们去选择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是在徐悲鸿 在上 后来在上海啊 就见到了一个广东的画家 这个叫做 叫做什么的 他的回忆录里面呢 就写了 他说 这个 我去 这个留学 还是要谢谢 郑景先生 他就有这个 这个 这个 一个文字上面的 记载的东西 所以呢 在 在 澳门 这个 这个文体教育部呢 出版的 这个 画册 叫做 郑景上 这个纪念画册 这本里面呢 就收集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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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简单的一个 徐悲鸿是怎么讲的 一个记录呢 就是杨善生先生呢 就收藏在手上 到出这本 画册的时候呢 杨善生先生的家人呢 特意呢 从日本那边呢 就 把这个文物一样的东西 就 交给了澳门来出版 是有这么一回事 到了那个 1924年以后啊 虽然他已经持续了 这个校长的工作不做 那其他三家学校的 兼任的教授呢 还在工作 那这个时候呢 就大约是1925年左右 中国教育界 这农村教育界的前身呢 这个先进人物 叫做燕阳初先生 燕阳初先生呢 就在那个河北的定县 现在叫定州了 他搞了一个 华北平民教育委员会 这个平民教育委员会呢 他的资金呢 就当然是美国的一些 文化机构呢 他们有捐款 这民间的文化机构 也有捐款 而且呢 这个国联那边呢 也有那个 这个教育部 也有那个资金呢 去支持他们的开销的 所以在燕阳初先生的 邀请底下呢 就跟我外祖父说 他说你这些画呢 就是画得这么好啊 你现在呢 也是画呢 也不拿出来卖 一个也是自己在那边欣赏 他说你这样呢 画呢 人物画呢 很多时候你画的都是古典的美人 他说我专门研究 我画的就是古典美女啊 这样子 他说哎呀 你要结合这个 现代这个状况 就行啊 也要画些跟那个 我们时代有时代气势的 这些 这些画作才行啊 所以呢 就是他就 就 燕阳初先生呢 就邀请我外祖父呢 就搬到定县那边去坐 就参加了他所主持的 这个华北平民教育委员会 他的 他的 职责呢 就是直观教学 直观视镜教学 直观视镜教学 这个视 这个 你看到的 看到的很简单 就是这个 中国 民间这个农民的诗字课本 第一本 诗字课本里面 里面呢 有4000张插画 比如手啊 刀啊 这个牛啊 猪啊 羊啊 这些农民最容易结束的 这些诗字的 诗字本 里面的插画 有4000张 有4000张 西村家呢 就是在我外祖父的领导底下 带着一批画家 在那边呢 就 一个一个的这个图呢 就画出来 这个 这个 而且呢 这个同时呢 这一张画呢 这个你可以看见的 画面这个 就是他在1943年 这太平洋战争呢 已经 日本人的失败呢 露出了痕迹了 已经露出了痕迹了 所以变成呢 他就认为呢 日本人呢 就早晚呢 就会完蛋了 对 他就 起草呢 就画了一张 叫做 春回大地 这张画 春回大地 这张画呢 一共呢 就是有 11公尺 11公尺 里面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他的画稿 他起草 草稿的画 画稿 画稿呢 一共画了160多匹码 每一匹码的动作 神态 或者是各方面的姿态 都是不相同的 他在里面呢 在160多匹码里面呢 就画稿里面呢 就选了 122匹码 就放进了 这个春回大地 这一张画里面 经过了18个月 就是一年半的时间 去画这张画 那一共呢 就是11公尺 里面呢 除了马以外呢 当然还有 在中国 我们可以看见的 这些动物啊 植物啊 你看这个就是 这个前段一部分 就是这样了 这样我去看的时候呢 就可以慢慢就可以看 花草树木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它后面的背后的 背景的山 而且呢 这个水 水你可以看出了 尤其它画水 画水啊 它是非常擅长的 它可以画出的水呢 你可以看看 这个高山的流水 那边呢 就可以呢 起那个波浪在那边的 而在那平地上面 的补水呢 这个就可以看得见了 你看呢 草啊 也有啊 这个 紫藤啊 梅花啊 都是春天 百花盛开的时候 百花盛开的时候 你看这个 它还有竹 这个竹子呢 我们可以看 这个黄色的竹子呢 就在广东呢 才有 这是黄色的 每一节 竹的节中呢 都有一条到两条 都有一条到两条 绿色的 这个 这个竹子 是绿色的 在那个 这个画面上有这样子 所以呢 广东人呢 就把它叫成 这种竹呢 叫金丝挂绿 就这种竹子呢 就非常特别 就在广东才有的 你看这个 122匹马 你看这个 菊花 这个 我就曾经在 19 2002年 这个是开始 就是出回大地 这幅画了 就在2002年的时候呢 就我曾经在美国 在旧金山的南海艺术中心呢 就曾经呢 把这些画来展览过 当然这个 原作 已经由台北的 故宫博物院呢 这个收藏 一共呢 收藏了十幅 其中呢 最大的就是 这个春回大地 另外呢 还有 还有 九章 我就 当然是很大的 我就选了两章出来 就是跟我 外祖父的 这些作品 关系的 你看 这张 这张画呢 就是在 卢沟桥事变 以前 他在 那个定州 那边去 这个 你看那个 红日 慢慢的 就落下来了 所以说前面 这个老人家就代表中国北方的农民 你看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神态 这个呢 就代表谁呢 代表中国的农民 后面呢 有一批驴子 被那个中国的农民拉在手上 那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了日本蠢驴 所以当时呢 这个燕阳初呢 叫他 这些话呢 要 接近这个时代的气势 这边呢 就是他的一个代表作 也就是说 中日两国当时呢 就是那个 东北呢 就已经沦陷了 中北沦陷了 这个 他呢 就是在 这个情形底下呢 就触动了 他自己的那些 在中国人跟日本人 那些 你好像 日本人就蠢驴 一样跟着中国的农民 代表中国广大的农民 走上远方 这个远方是什么地方 大家都不知道 将来的结果是怎么样 不知道 日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了 你被中国人 最后呢 就拉着你 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谁都不知道 当时的情况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一张 看 这样子 在后面这两张呢 是侍女 侍女呢 这张画呢 就已经超过了100年了 1907年 他在日本这个留学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呢 他就画了这张画 画了这张画以后呢 就是拿什么名字呢 叫做征求 当时也在日本留学的 他的同学 叫包少游 包少游 他就问他 包少游呢 给他提了个建议 就是两个美女呢 就两姐妹呢 叫她 拼廷 这画叫 拼廷 这次画到1911年的时候 就被日本的文部省呢 就后来就改成了这个 日本的地展呢 前面还后面 我都忘记了 反正就是 日本地展 就是这个 跟这个文部省的画展 每年举行一次 在东京举行一次 当时呢 就邀请了 就选了这一张拼廷呢 就去参展 这是中国人的画作 第一次 上了东京地展的第一人 当年的日皇呢 叫做大政 日皇大政呢 大政呢 就大家留意一下 我不会叫他天皇 因为我不承认他是天皇 他只是日皇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够接受我这个看法 就变成了 就是他的那个 日皇大政呢 就去参观这个展 参观了 完了 他就停在 这两个美女前面 就停在那边 看了好长一阵 当在回头的时候呢 回头的时候 他想 我还要看看这张画 他就看了 看完了以后 他就走了 就五点钟了 关门了 那个展览要关门了 当然那日本人 就要很守规矩 你日皇就是日皇 你如果关门的时候 他也要遵守这个规矩 他就走 当他走到门 快要走出大门的时候 他说 你可不可以例外 给我十分八分钟 我还要再看这张画 结果呢 这个日皇大政呢 就在那边呢 就再看了这张画 来回三次去看 第二天 日本的报纸呢 就把这个事情呢 就灯载了出来 有一个 就中国来的留学生 画了一张画 这个大政天皇 什么东西呢 就一再回去去看 这个事情呢 当时呢 就轰动了 这个日本的 这个 各界的华侨啊 在日本的 日本本身的人呢 日本人也这个 哎呀 皇帝去看了 去看 到了那个 正因为这样子呢 我妈妈呢 是在 我妈妈 我两个姨妈 都在日本出生 在横滨出生 这个 到了我外祖父的 做了这个 做了这个 北平瑞兽学校校 校长的时候呢 刚好1918年 就是我在澳门的 那个三姨妈 她是那年出生 所以呢 我三姨妈的名字呢 叫做正美成 就是美术学校成立了 她有这么一个 一个典故在里面 她的名字 是这样子取的 这就蛮有意思的 后来呢 就她当时她做了 这个校长一刻呢 就我外婆呢 就带着我妈妈 三姐妹呢 就回到中国来 在就在北平 北京那边的生活了 那我 我外婆的 这个富商啊 正因为呢 在她的资助底下 作为一个穷学生的正级 就是我的外祖父啊 她就得到了这个富商的资助 而且呢 在她的大学毕业以后啊 就把我的外婆就是她的女儿 就许配了给我的外祖父 所以她们呢 就结成了这个 结成了夫妇了 我外婆呢 也喜欢美术 她是在西京 也是现在叫京都了 西京的这个女子师范学院 里面呢 就学学习 她呢 是学这个刺绣 刺绣当然 你越来越美术的底子 你才能做啊 是我外婆呢 也会 我的外祖母呢 也会画画 而且呢 我外祖母呢 是跟何湘宁 是同一个学校的 前后期的同学 何湘宁学美术 比我外婆进去 这个女子师范学校呢 就晚了两年 低了两年 叫何湘宁呢 去 就是同一个学校里面 毕业 我外祖母呢 是刺绣 学的是刺绣 这个何湘宁学的是美术 所以正因为这样子 所以变成了就是 我外祖父郑锦 她的话 归不归于岭南话呢 所以变成了就是 岭南话就是浙宗派嘛 当然最著名的是 二高一臣嘛 高建富 高齐峰 跟陈树仁 陈树仁 也是在西京的 美术学院里面呢 就是去留学的 去留学 但是是晚一点 而高建富跟高齐峰 两弟兄呢 就在东京的 美术学院那边去 学画画 所以当时他们都是 留学 东营了 就是留东同学会里面的朋友 那些都是浙宗派 既有中国画 也有西洋画 当然也带着呢 那个日本画的那个味道 尤其是月亮 是最容易看得清楚的 这个日本画的味道呢 也相当重 当然其他的几位呢 就是最说还是学那个中国话吧 他是在先在中国的学到一定的程度 然后再去学美术 所以是在日本画 对他们的影响呢 还是比较少一点 但是我外祖父呢 就十四年里面都是在日本学的呢 就变成了这个日本画的味道的比较重 所以到后来 我在旧金山 就见到了一个 一个曹先生 曹先生一个大收藏家 大收藏家 叫做 David Chow 有缘传说 这个曹先生是曹坤的孙子 我不知道真的假 据说 每人都这样的传说 但是呢 这个 他自己呢 听说他自己不承认是曹坤的孙子 他是收藏家 那我在那个 高鲁记先生的引导底下呢 我就见到了这个曹先生 那曹先生呢 我把我外祖父的画作呢 就原作给他探开给他看的时候 他说 哎呀 他说解决了我是脑子有一个问题 就是 我没有结出你外祖父的话以前 我就想做 里南画派 好像是凭空而下 怎么来的呢 你看看这一幅画那个月亮 这是安春在下面了 这个月亮呢 就很浓的这个 这个日本的味道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熟悉中国画的人呢 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特别 所以呢 所以呢就这个 我外婆回来了以后 后来呢就 经过这个 燕阳村先生 燕阳初先生的这个 这个引荐以后呢 他们就搬到定州去 搞这个平民教育了 那变成呢就搞到了 一直呢在平民教育那边呢 就搞了12年之多 搞了12年之多 你可以敷 鱼 鱼 这个鱼呢在底下 这个莲花的那个 后面 你这样子看不清楚 他还有一条白色的鱼 你是看不见的 就看不见的 这个白色呢 你看到原作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了 如果他们到了这个 这个定州以后 就搞了民民教育 到了1937年的初 卢沟桥事变 还没有发生前 这主持广东 就是有两位 国民政府的这个 就就掉下来 这个话不好意思 那个胶 切得不紧 他们就就就邀请 你调一下 再调过来 再调一下 你再调一下 回到广东呢 您再做到中间一点点 广东的农民教育 叫农村教育 当时两个主导人的 一个呢叫做吴铁城 吴铁城就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大员了 另外呢一个就是中山县的县港 那叫做杨子义 他们两个呢就邀请我外祖父呢 要回广东 在中山 来主持这个农村的教育 农村的教育 当时呢 他们就专门到那个定州 去请我外祖父 我外祖父呢就问了他几个条件 他说第一 这个是中山县 他的出头来搞 经济上有没有问题 而你们作为国家的大员 跟那个中山的大员 这个政府的大员呢 你们有什么决心 要把这个农村的教育呢 就坚持搞下去 他说我因为在 我在 这个定州那边呢 我一搞搞了十万年了 十万年里面呢 我曾经到过沈阳的法库 也到过浙江的南西 也到过四川的万县 这都是到农村最穷的地方去 让他们失智 让他们呢 就那个提高那个思想的水平 能够念书 而且他说我在定州的这个 这个直观四境教育里面呢 我还要搞了一个无线电台 小型的无线电台 大家也可以听收音机 可以听广播 是这样子呢 就作为一个呢 就 教育娱乐当中 而且呢 他也要实现呢 这个 这个 蔡元培先生呢 就以美誉代宗教 以美誉代宗教 美书的教育呢 代替这个宗教 结果呢 他回来不久呢 就是 罗沟桥事变发生了 罗沟桥事变发生了以后 那我外婆呢 带着我两个姨妈 和我的舅舅 我舅舅在北京出生了 在北京出生了 那我两个姨妈 都在日本出生的 他们呢 就就马上呢 就叫我外婆呢 要帮他们 要走了 要逃难了 要逃到广东来 那我妈妈当时 结婚了以后就先走了 她就结婚了以后 先逃到上海 上海 跟我爸爸 先逃到上海 带着我 我姐姐 我姐姐 还是抱着手上 就先逃到上海 上海 到到厦门 厦门呢 最后在海外 还跑到那个广州 广州到那个 我爸爸去世了以后 我妈妈就带着 我们两姐弟 就回到中山 回到自己的家乡了 时间就没有再回去 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 我外婆 叫得这么急呢 就因为沦陷了 北京沦陷了以后 这个我外婆呢 去到街上去买菜 在买菜呢 她是日本出生的嘛 她就也在日本 受着高等的教育 她把菜买完了以后 就那个菜篮子 拿着手上菜篮子 那个那个那个守门 有一个日本兵 在那边守见 守见了 她非要拉着我外婆呢 说要看我外婆 有什么 买了什么东西 她要非要去看不可 那然后呢 我外婆就用日语呢 就跟这个日本兵 就吵起来了 就日本兵吵起来 日本兵听起来 这个人讲这么流利的 这个日本话 那就吵着跟着吵着 说非要让我看一看 什么东西 这个吵着吵着 有日本的军官听过 那军官听过了 有一听这个 这个女人的中年妇女 这怎么讲这个日本 这什么标准的东京音呢 这很奇怪 就马上的就把这个日本兵 就叫过去 然后呢 非常礼貌的 就是你在日本人呢 就很贵 买人心 修买人心 他就就替我 替我外婆呢 就提着那个蔡兰回家 那开门回家了以后 一看 哎呦 原来呢 我家里面 他们家里面 在北京的家里面 这个是 他那个家的就是呢 就是跟着鲁迅的妈妈的房子呢 就贴在一起的 就给立了 后来呢 这个鲁迅的博物馆呢 要扩张了 就把他的妈妈那个救急呢 就把这个外祖父这个房子呢 也收过去 就变成了 打开了以后 就变成了鲁迅国务馆 是这样子 就这样吗 一会是 这不是回到家里面 他一看呢 原来这个 这个中国人的家里面呢 还有他们日皇的这个奖 奖状 就贴在那个墙上 就是我外婆当时就想着 这是一个保命符 在那边 签在那边 那日本军官就看见这样子 哎呦 我马上就跪在那边 卖啊 就是 就从此以后啊 这隔三差五啊 就是今天又是猪肉 明天牛肉 后天又羊肉什么 拿到我家里面去 拿到我外婆家里面去 我外婆就害怕了 这个 底下后来一定 很简单的 后来 一定要叫我做汉奸的 这样 也懂中文 也懂 也懂了懂这个日文 多少呢 也会让他 我外婆害怕 马上叫我外祖父 赶快 所以他们呢 才叫潮难 这样的潮呢 就拼命的这个 就上了火车啊 就这个什么大 大的这些 这些画作 这些都没办法带走 这两张 这个都是六尺的 这个 两个少女啊 和这个 还有这个奴迷呢 这是一个六尺 七尺 八尺 尤其十一尺 都有 都有 但是这一大的就是 刚才我们看见这个马 就是十一公尺 就结果呢 画了十八个月 每一天 他就画六五小时 他是站着那边画画的 这个春怀大地 他画了 因为这个画呢 是非常大 而一个 假如你电脑啊 这个小一点呢 他撒开不开 曾经有过这个 当然我手上这个是福制品啊 这个真品呢 是由那个台北故宫博物业呢 就收藏了 这样子 那结果呢 就是在中山沦陷的时候啊 这个我外祖父就是准备在在中山搞好那个平民教育这个这个大计划呢 就失败了 失败了 到 所以呢 他到就逃到日本 逃到那个澳门去避难 就一直呢 就留在留在澳门 到 胜利的以后 看看胜利以后呢 他也做过一年的 这个这个靠近澳门的 有一个叫坦州乡的乡长 也做过坦州小学校的校长 所以这个这个抗战的时候呢 他也这个中山明军抗日后援队 他也是这个后援队的一个委员了 就就到后来的时候呢 他是那个就在澳门到1959年呢 77岁 在澳门呢就因为生病就去世了 在这一段关于我外祖父在中国美术史上面的资料呢 王先生 基本上呢 王先生 王先生 为什么有一些资料既在不是在澳门去世 而是在香港去世 是记录有错误吗 什么在香港 不过有一些我看过一些资料啊 说他是在香港去世 是不是 这个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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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错的是在澳门去世 就我也看过这个资料 也会看过这个资料 这个在上海出版社出的这个这个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个什么什么名画人历 名人历史什么什么出会测会里面 就有都是在这香港香港去世啊都都搞错了都搞错了 OK OK 他他没有留在香港 没有留在香港 但是你们很奇怪啊 你们汪家 两家都是跟澳门有特别的渊源 是吧 这无形中的变成了在澳门的渊源在那边 这很奇怪的这个事情啊 汪家跟我们 我们妈妈这个郑家 他们都都跟澳门有缘分了 把你变成有缘分的这个 对对对 你继续讲 你继续讲 所以呢就是在在这些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话呢 就是呃他这个人呢就是没有呃 从来就没有在那个流离场里面呢挂单去卖画 他也不会因为他的话很大 你别人也不容易买 你的最小的就是这个六十 到澳门的以后啊 他就没有什么工作呢 就很穷的那时候连四尺的话 比如说很多这个草稿啊 那些话人物啊还没画完了很多啊 就就十多二十章啊 很多一叠在那边都是没有画完的这些话 那我这些话呢有些呢是捐呢给那个呃我手上的这些呢就基本上就整整整品呢都捐到中山中山市博物馆去了啊 在那个澳门博物馆呢也也呃美术博物馆呢也也有一些也有一些啊其他的还有一些呢在我表妹的手上啊在欧洲葡萄牙啊 在我我姨妈我三姨妈的带张那边去啊我一个表弟在澳门啊手上也有也有啊 时代和詩张吧啊是这样子因为他的他是工笔化 它不是不是一笔化啊 공笔一笔就很很大的区别了 工笔是一笔一笔的在那边描啊 啊这个这个一笔的合影这个可以说era泼墨也可以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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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再画了 这个七八十六这些 也属于文言画 但是我外祖父这些是画家的画 不是文言画 他就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在他的画当中 到2008年的时候 中央美术学院 这个90周年 他也北京那边也送过请贴 请我去 但是我自己就因为车祸 车祸不能做 不能做 走路也不太行 这行动不方便 到2018年的时候 就把我表弟就从澳门 这么三个兄妹 从澳门请到北京去 就是中央美术学院 100周年的纪念 100周年 中央美术学院100周年的纪念 第一期第一个月的展览 就是徐悲鸿的作品的展览 到2019年的1月 1月份 就是我外祖父的展览 画作的展览 这作为收场 作为收场 是这样的 在中国的美术史上面 很多东西都是不真实的 也有纠正了什么东西 不要说是我外祖父 他也很低调 很低调 他又不抽烟 又不喝酒 这个咖啡也不喝 充其量就是喝喝汽水 成植这样的东西 这个麻将也不抖钱 麻将也不打 他交际应酬 也不是很喜欢交际应酬 但是他喜欢的 就是家里的养养鸡 养养火鸡 养兔兔养狗 这些 他到了晚年的时候 他人物化 可能这精神 都不是很够了 已经了 身体也病 他是气喘病 气喘病 这个是富贵狗 富贵狗 也是他晚年在澳门画的 就是原作都在 还是在葡萄牙 这张画的 在葡萄牙 古丹的样式 曾经就在 有一个中央美术学院的 退休的教授 叫做杨仙让 杨仙让教授 他1948年 就考进了北平的艺术 中央学校 他那时候 就是败在 徐悲鸿的手上 就作为他的学生 他一直 就毕业以后 留在中央美术学院里面 做助教 后来呢 就一直做教授 教授做到最后 就是那个系统任 民俗文化的系统任 他是创办人 这个也是系统任 杨仙让教授 他退休以后 就住到了修士顿 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说你听过正解 这个人没有啊 他说没有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画册啊 一些文章啊 我写的文章啊 或者其他人的文章啊 简报啊 这个福音本啊 就寄了给这个杨先生 杨教授 杨教授一看了以后啊 直接把他马上打电话给我 他说 我在中国的美术界 闯荡了半个世纪 在中央美术学院 从学生到系组任 也留了40年 连我这样的老资格 在中央美术学院出来的人 都不知道 我们的母校创办员 是郑老先生 可想而知 我真是知道的太少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文章都就写下来 写下来以后呢 就在美南那个美南周报那边呢 就登出来了 登出来就把这段话呢 写上去 然后呢 他那时候呢 这个廖靖文女士呢 还没有没有去世 他就马上写信呢 给廖靖文 廖靖文呢 也回去呢 就给杨先让教授 杨教授呢 就把那个廖靖文的这个 这封信呢 就弄了个copy呢 就寄给我 大约的意思就是 廖靖文呢 他说 我每次跟 他说悲鸿生前 就是徐悲鸿啊 生前每次跟我 这个我呢 就是呃呃呃呃呃呃 那个那个谁啦 他的太太的 还提起了政体这个人 都说他这个人 作风正派 作风正派 老好人一个 真的 你看他的画作 你看他的这个画作 他是老虎有没有呢 很少很少画 很多中国画的画虎啊 诗啊这些你看 你看这个你看画的 会不会是 那这个这个大喊大叫呢 在怒好很凶的那样子呢 他不会的 他不会的 还有一张呢 在香港啊 我表妹收藏了 就是他一个母的老虎 还有四只啊 这个诗呢 这这幅画也有这个这个来源了 就我请我的中学老师呢 就提了 就是这这这个这幅诗子呢 原来是黑白的 是一个美国人 在一个报纸上面呢 就看见了这一只诗子 黑白的当时啊 一九 这应该是四十年代 或者是五十五十年代初吧 大约是这个时间 他就把它剪下来 这个美国人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以后呢 就拿到我给我外祖父呢 就去看 他说我很喜欢这些这些诗子 你能够能够给我画一个四尺 四尺高的这个这个诗子 照样画 而且呢 要添加这个颜色上去的 他就把定金呢 就放下来 放下来 我外祖父呢 就就就就就替他画 画完以后 他这个美国人呢 来来来来取画 来拿画的时候呢 他就让他就叫我外祖父 拿拿其他的画给他看一看 那我外祖父那时候 就就靠靠点卖画来来来来 生活了嘛 所以呢 他要把他的画呢 就打开来了 打开来呢 他看见了一张呢 是那个两只老虎 两只虎的在那边叫做探索 探索的就是这两只虎呢 是在一个山坡的陡坡上面 下面呢有小溪 这两只虎呢 他想他很想下去 但是又怕摔下去 那种幻诗幻德 和有种欲望 那就把它画下来 画出来了 他画出来了以后 那个美国人呢 看见了以后 他说哎呀 这样子了 我加点钱 我加 加这画狮子的双倍的钱 就是两只老虎嘛 他说我把这个价钱呢 我买这张两只老虎的钱 这只狮子呢 我就不要了 不要了 因为我外祖父答应他呢 因为他知道一看这是狮子 他就知道是他的留学 日本的同学 这个高齐峰做的 他一看就知道了 他知道了 他说没问题吧 我就替你画 但是他画了这个画以后 包括有人看见了 有人看见了就就妒忌 就说哎呀 他是抄袭别人的话啦 怎么怎么样 汪先生呢 您今天已经讲了一个半小时 我都没讲几句话呀 请教您 您是不是还要做一集呀 还是这一集 就讲到先讲到这样了 就让大家在这个中国的美术史上面呢 就要记住有这么一个的定性 但是我向您报告 已经记住了 根据我所之前几个月以前 我做了一个功课 中央美院的资料里面写的 首任校长郑锦 国立美术学院的校长 第二位是林峰棉先生 第三位是十岁 第二位是什么人 林峰棉啊 林峰棉 睡眠的棉 峰 林峰棉 在他辞职 到林峰棉中间 还换了几个 只是一年的时间就换了几个 那几年现在就在网络看到 所以你讲林峰棉 很多人就说 是那个这个这个齐白石能够去 在里面做教授 很多人都说是那个徐悲鸿请的 你觉得是不是过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比如说半个月一个月以后 我们再来做一集 有些事情还没有讲完的 今天有些事情没有讲完呢 但是你已经讲了一个半小时 都可以 到时候了 无所谓 那么我先暂时就到这边呢 就先结束了 也非常的谢谢大家的坚持 你们看下去 侯平先生你也非常的忙 我知道你这个这个录像的时间呢 就改了又改了 非常的忙啊 抱歉抱歉 真的是抱歉了 没关系没关系 我也有点有点 嗓子有点累了 年纪比较大了 您知道一个半小时都是您在讲啊 都是您在讲 哈哈哈 那我们的这个不过呢 今天我们还是想 你那个小提琴今天放还是等下一次放 随便随便 今天放也可以 有时间你就放了 这个录音就不太好 在家里的录音不太行 OKOK 我今天本来说我们节奏先休息一下 请这个这个 汪伦先生 拿一下 小提琴 汪先生答应了 他自己拍摄了 那么我 暂时先讲一讲就是 您随时可以找我啊 有什么东西发现要讲的 我们来做一集 今天我特别的 万分的感谢汪伦老大哥 我叫你一声 不客气 非常谢谢 今天有这个机会 好的 我们有时间我们再会 今天我拉起来好了 OK 现在我们听听汪伦先生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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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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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